新竹市住宅高楼大火不幸造成了两名消防员殉职 现议员叶中伦关心苗栗县消防局在高楼救灾的战力是否充足 另外苗栗县观光亮眼 叶中伦肯定端午节苗栗县订防律全台第一 是县府团队全力打拼的成果 新竹市慈云路住宅高楼大火案引发全国关注 现议员叶中伦指出 苗栗县的头份竹南有越来越多的高楼住宅 消防局的战力是否足以因应 因为其实高楼救灾 相信在救灾的难度归危险上 其实是比一般的火灾来得更复杂 那这边的部分还是希望消防局这边能够做一些强化 全线的我们的云梯车目前有六台 六台云梯车 那去年现场 现场说因为我们头份竹南 那个大楼越盖越多 所以去年我们又再订了一台 今年会到 所以今年如果来的话 我们就七台云梯车 那最高的云梯车 如果今年来就两台有50公尺 50公尺的话可以 50公尺大概可以到16楼 那其他是30公尺 可以到10层楼 面对16层楼以上超高楼层的消防救灾 幸好有民间业者出动起重车来协助救灾 叶中楼也呼吁 县府也要善用民间资源 消防局强调都有列策联系做好准备 另外夜中人也肯定 县府团队完善观光景点设施 营造优质旅游环境的成效 今年端午廉价订房率全台第一 白沙圣域观光规划案 也渴望带动沿海新的亮点 对此文官局也带来 此案刚在本周 获得中央核定补助的好消息 早期它都是一个单点式的东西 好像大家去了这个以后就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也就是不太会有人特别 会去想到说用这样子串联的方式 去做一个一天的一个一日的行程 很高兴我们文官局这边 而且这个计划 我看新闻写示我们这是竞争型的计划 相当不容易 在这一个礼拜一刚收到交通部 观光署的正式核定 就是4亿500万元 那也确实16个县市只录取6个县市 而且6个县市还有3个县市 目前留校查看 我们算是最早被它核定的 肯定观光推展 夜中人也期望 县府在社府推动上多宣传 包含生育津贴 动然补助申请人数少 还有家庭临时托育方面 除了定点补助之外 也能比照外县市 增加到宅和再宅的临托计划